那就是我們來江志島最大的目的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江志島待在晚上 第一站都能吃到超美味的美食 他就在把它弄得那麼熟 我覺得超嫩 沒想到真的還蠻好吃 難怪我們在足跡看到的時候也是打牌上的 然後我們現在跨入神聖的領域 進入一個有點神秘的洞 第一次體驗洗錢你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還蠻好玩的 還要跟大家講一件蠻有用的旅遊資訊 那個乘船處可以搭去哪裡你知道嗎 這樣可以側一點點 好 可以喔 收工 欸 收工了 我們下一次 出發要去哪裡 我覺得東東京不錯 那邊有朽期的海鮮 還有濃厚的夏亭風景 另外呢 體驗夜淺草 也是我覺得非常有風格的玩法 夏天快到了 當然拍連昌江志島一日遊也是必須 我們到底怎麼有辦法可以去這麼多地方啦 這樣 謝謝Subsharp VPN讓我們有機會多拍一支攻略 我先分享一下我要使用VPN的心得好了 Subsharp VPN它能隱藏我們的網路位置 讓我們能夠跨越各平台的區域限制 收看我想要看的影集啦 或是節目 像是我們人在日本 我們就會利用Subsharp VPN 把網路位置射回台灣 就能讓這位攝影大哥 不會錯過任何一場 艾爾達轉播的NBA球賽 像我們常做旅遊攻略的 Subsharp VPN它就能幫助我們 把位置設在不同的國家 好讓我們去進行飯店跟機票的比價 上次去日本用到非常爛的網卡 我們就必須隨時找機會 連上公共WiFi Subsharp VPN它就能防止我們的個資 遭到外洩 讓我們的連線更安全 比起市面上其他的VPN來說 Subsharp VPN還有幾個優勢 它速度快 操作簡單 而且它擁有超過3200台伺服器 並且遍布全球100多個國家 它還能同一個帳號 在不同的裝置上使用 高CP值非常符合老辣妹精神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全面的保護 還可以加購Subsharp ONE 一次滿足你所有的網路安全需求 點擊資訊欄的專屬連結 或者輸入我們的優惠碼 Larming Idea 再送3個月的使用期限喔 30天內使用不滿意的話 也可以全額退費 再次感謝Subsharp VPN 讓我們有機會多拍這一支 連倉江之島攻略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立刻前往連倉江之島囉 嗨 大家早 我是老辣妹 今天我們來到了眾所期待 很多人敲碗的一日攻略系列 我們今天要去哪呢 有沒有看到 我們要去連倉站 我這樣好像節目主持人喔 對 今天就是要來到連倉站 通常我排行車的話 我都會把連倉江之島一次玩完 可是我老實說 不管是連倉還是江之島 它的每一站都有非常多值得玩的地方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兩日行程是最適合的 這裡這麼大喔 這裡蠻大的 連倉江之島 因為它的小站非常多 尤其是江之店 每一個站 我都覺得它非常有特色 先簡單講解一下交通規則好了 我覺得最快的方式 就是搭乘香南新宿線 直接坐到連倉站 那香南新宿線 你可以在某些地方上車 例如池袋新宿色谷 它都是會停的 所以要在連倉站 會有幾個大站 譬如說大船連倉 只要東京周熱廣預券 可以免費搭乘到大船 或者是連倉的 那很多人都會想說 連倉和江之島間移動的話 搭的是江之店電車 需不需要買江之店一日票券 如果你搭超過四次以上 我就建議你買一日票券 連倉站出來 溪口的位置就可以買票券了 那如果只要玩其中的四個站 直接刷西瓜塔上車就可以了 也是蠻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走我們的 一日連倉江之島的行程 正行的話 我們可以先來小挺通 這邊走一走 幫大家整理了 來連倉小挺通 你可以試著買買看吃吃看的 很具連倉特色的美食 這家叫牛冰味 是我大推的一家店 為什麼 因為它離小挺通的入口超級近 你第一站都能吃到超美味的美食 它就是在你一進來的左手邊 它主要就是讓你吃日本各地不同牛的品種的握壽司 我們剛剛點的三罐是1650元 點完餐以後到旁邊內用 這家只能內用喔 不可以讓你當散步美食的 而且在裡面吃的時候不能講話 就是不要講話 因為就是一種禮節啦 很好吃 然後其中一罐上面會有 連倉江之島的名產 布拉皮加上魚卵嘛 然後還有海苔包著 它是唯一一罐比較不一樣的 布拉皮吃起來雖然鹹鹹的 但是不會到很死鹹 就是帶一點海味 很久沒吃到這麼好吃的布拉皮 真的喔 那另外兩罐就是不同的牛的品種的握壽司 生熟度也不同 我第一個吃的是最熟的那一個 欸它就是在把它弄得那麼熟 我覺得超嫩 而且它好好吃喔 第一站吃這個就沒有錯 好 第二家散步美食 這一家叫做長頸鹿 然後它是專賣炸咖哩麵包的專賣店 它的咖哩麵包呢很特別 因為你看它的外表酥酥脆脆的 可是它是標榜它不會去使用麵包粉 它不是用麵包粉去讓它變脆的 可是你看它還是一樣的脆 很厲害 這一個大概400日元而已 滿便宜的 吃個內餡給大家看一下 咖哩味很香濃耶 你知道日式咖哩它都會帶一點甜味 甜甜的 它是有蘋果跟蜂蜜去熬煮的 所以真的會有一點甜味 完全不辣很香 然後是牛豬混合的絞肉 所以不吃牛的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麵衣的部分其實吃得到牛奶的香氣 整體的味覺還蠻豐富的 很好吃 裡面有起司嗎 你知道目前我還沒吃到 我再吃大口一點 起司已經跟牛角肉混合在一起了 你看它微微的有牽絲 很好吃耶 而且完全不會有油膩感 你來小聽通的時候比較少會留意 是因為小聽通有太多美食 一萬會選擇老店可麗餅 或者選一些和菓子來吃 往往會錯過一些日本還不錯的在地美食 所以這家是我特別找來推薦給大家的 我們現在排了兩家店啊 雖然這樣看起來人都超多對不對 可是這兩家超級快的 那我不知道就進去了 值得排 可以排 我喜歡 嘿嘿 散步美食第三個 大佛 普拉斯 喂 這是蓮艙非常有名的 大頭佛 這個叫做開運大佛雞蛋糕 它一種共有六種口味 分別是開你不同的運 我買的是紅薯口味 它是開金錢韻 另外一個是奶油口味 它是開人氣韻 好鬆軟喔 它就是日本很有名的甘甜的甘薯 它的麵米本身沒有太過甜 它的甜完全是來自餡料 所以我覺得很OK耶 嗯 好好吃喔 開個金錢韻 這一個220元 蠻便宜的啊 蠻便宜的 第二個就是開我們人氣韻的奶油口味 欸 奶油超級好吃 我覺得奶油比紅薯好吃 果然人氣還是比較需要 很好吃耶 因為它的奶油料非常的多 然後奶油非常的甜 但是我覺得它甜的是好吃的甜 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像我已經吃到一半了 我還是覺得 我可以把整個吃完的那一種 那我們吃一吃 我們準備來去洗個乾杯 我們剛才在小景中吃完東西之後 連倉站還有一個碧碗的景點 就是一間神社 因為最有名的就是八番宮神社嘛 我們要去一個真的蠻酷的 叫做錢洗神社 那個地方是拜福神的 如果你想要祈求你的金錢日望的話 通常一般人會把錢拿去那邊洗 真的是去洗錢的 洗真的錢 洗真的錢 真的紙鈔的錢 真的錢 你可以寫硬幣 你也可以寫紙鈔 這有合法嗎 對 非常合法 哦 所以我今天特別帶來台幣 跟日幣一起洗一洗 那跟大家說一下好了 我們從連倉站要去這個神社 其實走路要走大約20分鐘 對 平常可能是有巴士 可以坐計程車的 但是因為今天我們來的是架子 它那邊是有管制 車是不能上去 所有人要去都只能用走 對 就慢慢步行過去 如果天氣舒服 我覺得步行過去 這一路走的還蠻舒服的 你有沒有一點感覺像是 像是我們要查河口湖 前間神社的感覺 有 可是這裡比較陡 這裡比較陡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這個整體氛圍 還算不錯耶 對不對 然後你看 其實沒有喪失類的 你看前面就是神社的入口 開始上坡的路段 大概其實只有 三分鐘 忍過三分鐘 其實就到了 它就是有點像是秘境 我跟你講 你要發財 你總是要先走一段很坎坷的路 要辛苦一點才能發財 哦 其實也沒有多坎坷啦 就直接下來而已 然後我們現在要跨入神聖的領域 進入一個有點神秘的東 好我們現在進來神社裡面了 參拜的方式也不算太難 我們就只要先到我後面那一個 專門賣現箱 在那邊買現箱 它會給你一個小蠟燭 它會給你一個小籠子 就是待會洗錢要用的 這一組只要兩百元 這麼便宜哦 其實滿便宜的 待會參拜的方式呢 就是我們會點燃現箱 拆開香爐以後 去對神社許願 最後再去洗錢 這個整個流程就會完成了 這樣步驟就是這樣 我們先把我們的小蠟燭點燃 點燃之後呢 我們的現箱再點燃 就需要一點時間 現在我們洗完錢了 我覺得它超好玩的 第一次體驗洗錢 你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還蠻好玩的 很酷啊 就是人生難得 可以合法洗錢的時候 沒錯 而且來這邊參拜的人也非常的多 雖然沒有連艙站的八番公神社多 但是我覺得把目標轉移到 以這邊會有一個不一樣的 很好玩很有趣的體驗 因為這一間神社呢 它是拜福神的 那福神一向就是 讓你會有招呼的概念 專門拜你的金錢運跟事業運的 在蓮艙非常的用命 我離開這個神社前 我要做最後一件事 也蠻好玩的喔 我們抽一個超酷的籤 來看一下我們今年的財運運是如何 要不要 超可愛的 記得離開前一定要抽 因為我覺得那個非常的紀念價值 耶耶耶 大家都抽到大吉 我覺得不錯的 今年財運應該會很旺 這個東西帶回家也很有今年價值 你看 多日式 而且我很少看到籤詩是做成這樣子 很用心吧 蠻特別的喔 好酷喔 對啊 很酷 很拉風 對啊 還有消暑的功能 不錯 夏天最適合來連艙了 好吧 那我們要準備搭 姜汁店往下一站去玩囉 現在我們坐上 姜汁店 然後我們從蓮艙站開始坐 直接前往姜汁島 終於來到了姜汁島 其實姜汁島它真的本身是一座島 你知道嗎 我們就要走一段很長的路 然後到姜汁島本身去玩 這一路上也有一些比較 各式各樣的特色小吃 大家就是要抱著一種悠閒 輕鬆的態度 慢慢的走 慢慢的看 慢慢吃 這樣第一站 我們會推薦大家去吃一個 姜汁島小屋 它的定食呢 非常有特色 所以我們就去來嘗鮮一下 這一家店算是在姜汁島 滿有名的一家 魚類的定食套餐 叫做姜汁島小屋 它的店裡 裝潢非常的特殊 固質調 戶外有一區 露台區 外面就是海邊 所以看得到海 特別有情調 我們今天點的就是生魚片套餐 它有五種魚 加上我這個有鮪魚 加上一點鮭魚 它很特別 它送來的時候 一大片海苔覆蓋在上面 它這一碗收上來的時候 我有嚇到 因為這個海苔實在是有夠大 它整個蓋住 我看不到裡面長什麼樣子 有一點神秘 有一點藝術 它的吃法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握手絲 吃成你要的大小 去包魚肉啊 鮭魚卵還有飯 做成你自己大小的握手絲 另外一種吃法呢 它就是有鋪湯 湯可以蓄 吃到一半的時候 你可以變換口味吃炒泡飯 吃法有兩種 蠻新鮮的 看起來就很好吃 我來吃一下 它魚肉本身是有調味過的 吃起來有紫蘇味 好好吃喔 鹹度非常夠 你不需要額外再去沾 醬油我覺得是ok的 旁邊上有芥末 你可以自己加 白飯就不用說了 它的白飯也是無敵耶 很好吃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就會一口接一口 真心補片 你看有夠過癮的 就是要這樣一口吃 好吃 然後它的生魚片 你剛剛說看起來很新鮮嗎 我剛剛在拍Instagram的時候 它的光澤看起來就是魚肉 就是非常的漂亮 對我也覺得超美的 擺盤也真的很藝術感 在網路上搜尋到的時候 我自己是蠻夢寐以羞 過來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的餐點都是很有質感的 我根本覺得還不錯耶 就是早上在小天空那邊吃點小點 然後去爬個坡道 洗個錢之後 來這邊用餐我覺得是非常剛好的 肚子也差不多餓 吃什麼都非常好吃 吃完飯出來 差不多也是該看夕陽的時候 江之島就在我們的正對面 那一座燈塔呢 就是我們待會晚一點要去看夜景的地方 所以我們待會要從這邊下去 下去以後再走上去就可以經過跨越大橋 走到上面過橋 我們就會到那一座江之島 我等待的夕陽已經來了 你看現在天色就是夕陽西夏黃昏的顏色 那邊就是江之島 那個叫做江之島的展望台 聽說在那邊會有最漂亮的夜景 今天天氣的狀況應該還算不錯 希望能看到所謂的日本的夜景遺產 可見它有多有名 你看夕陽都在你的背後 對啊超美的耶 這就是蓮倉江之島一日遊的最大目的 把夕陽好好的看得夠 還要跟大家講一件 蠻有用的一個旅遊資訊 通往江之島的這個橋旁邊的中段 就有一處沉船處 那個沉船處可以搭去哪裡你知道嗎 搭去江之島嗎 對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搭 你看江之島旁邊有凸出來一塊平平的台 那一塊平台叫做智兒之淵 那邊是最好欣賞江之島夕陽的地方 就是那邊看過去夕陽會超美 而且其實如果天氣好的話 你坐到那邊去 在那邊你還可以看到富士山 全班呢它開的班次比較不固定 大概每天的早上都會公布它今天有沒有開 如果大家有這個旅遊的計畫的話 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慢慢走慢慢玩 安排的景點不用太多 可是每一站都可以讓你很舒服的 享受海邊的這一切 尤其現在是夏天快要到了 蓮昌江之島一定是你們最棒的選擇 然後加上西里賓海邊有非常多漂亮的咖啡廳 你可以再額外安排一個站下車去喝杯咖啡 我覺得這個夕陽真的太美了 好喜歡喔 我們現在走過青銅鳥居之後呢 就是江之島非常有名的一條老街商店街 大家可能想說 沒想到原來江之島的老街夜晚也這麼熱鬧 其實就是這麼熱鬧 而且人超多的 超多的很熱鬧吧 路邊都會有一些小吃啊 或者是一些特色的小物的販售 我們現在的目的地就是要前往江之島的展望台 剛剛看了夕陽現在要把夜景也看完 我們現在要往上攀爬 因為早安塔的顧名思義它一定是在高處嘛 這個全長的階梯有250幾階 走路的話大概要花20分鐘 所以呢 我們決定搭乘手扶梯 它是日本第一座建造的戶外手扶梯 就在這裡 搭上去只要5分鐘 這裡因為是單向的 所以我們只能選擇坐上去 下來的話還是要走下來 手扶梯的票加上門票的話 一個人是七百日圓 它總共會有三階段的手扶梯 第一階段坐上來就是所謂的邊境宮 非常有名的一個神社 我們現在要往第二階段上去 坐到第三階段就可以看到展望台了 你看前面有多美 那個燈加上就是前面有一小株夜影 很讚耶 每年的二月啊 這裡就會點燈 非常漂亮 這邊就叫做湘南的寶石 這座展望台高度只有60公尺 雖然高度不高 可是因為四周都沒有遮蔽 視野非常的遼闊 它有兩層 第一層是室內的 第二層是戶外的 戶外的就要看天氣開不開放這樣子 現在已經是春天尾巴接近夏天了 可是氣溫非常的舒適 所有的景緻望無際 我覺得還不錯耶 很美 難怪人家會說這也是 百萬夜景遺產 對 我覺得這個景真的是不太一樣 平常在東京都心 從六本目的塔上看下來 或者是徐布亞史蓋看下去的景緻 完全是不一樣的 整景氛圍還不錯 自己爬上來之後 探照燈這樣的迴旋啊 那個氛圍整個人就很relax 我們從上面散步下來 看到這家蝦仙貝老店還在營業 所以我們順行買了一個蝦仙貝 因為它非常的療癒 很大一片耶 然後它有正確的拿法喔 老闆說一定要這樣拿 如果風大的話才不會破掉 假如說我這樣拿 就會被吹破 對 這樣拿強風一來它就會破 它們總共有三種口味 一個是章魚口味 因為它們本來就是賣章魚的嘛 第二個就是這個蝦仙貝 第三個是彩色的小蝦米吧 然後是青色的 我覺得很美耶 所以它這是一個蒸的蝦子 它是蒸的蝦子把它壓扁 做成一個大仙貝 不要看它這樣扁扁的 它蝦味非常濃厚耶 蝦仙貝一個多少錢 六百元而已 便宜吧 它鹹鹹的好好吃喔 吃起來會跟蝦餅一樣嗎 嗯我覺得它比蝦餅好吃 真的 對不對 我覺得它比蝦餅口感好 對啊它不會刺刺的 嗯很好吃耶 好像化石喔 對啊 這個是一個蠻新鮮的美食 我在竹地有看到 竹地的那家店上面就是寫蓮艙名物 今天索性到江志島吃一個本店 沒想到真的還蠻好吃 難怪我們在竹地看到的時候 也是大牌上樓 這在視覺上蠻衝擊的 對 今天我們小聽通的三個美食 我也盡量幫大家挑選比較不一樣的 包括握壽司嘛 炸咖哩麵包 我覺得也超好吃的 然後第三個 不像 好拍又好吃 再來我們也去洗錢了 我們就是避開八番工人很多 好剩另外一個神廟洗錢 我個人覺得那裡蠻有趣的 也許可以提供給大家一個新的景點參考 再來就是去吃的那一家 江志島小屋 食物也是非常的有創意 非常具有藝術感 也是一種視覺衝擊 但是又非常好吃 走出店外的時候發現夕陽了 那就是我們來江志島最大的目的 好好的欣賞夕陽 好好的走過來看個夜景 都是玩跟我們平常不一樣的 蓮艙江志島的行程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江志島待在晚上 我發現非常的新鮮 人也沒有那麼擁擠 個人是蠻喜歡的 最後拿一個散步美食 路邊站著吃 非常享受 再回去慢慢搭江志島電車 也沒有那麼擁擠 希望你們也喜歡 如果你們也喜歡 我們日本系列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還想看哪裡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們安排的一切 我是老阿妹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